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以及我们大家看到1.5升这个纯汽油版本要价89.9万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擦电式的混合动力系统PHEV售价是118.9万今晚梦想街完整的帮大家试驾以及分析观众朋友你一定很好奇究竟MGHS是不是能够撼动百万急俱修旅车这个市场呢你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到外景去Let's go 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我们第一个先报告试的是MGHS1.5T就是那一台售价89.9万 哇 吓死人这真的是破坏整个产品急剧的一个这个售价喔 这一具1.5T的缸内直噴涡轮增压引擎呢其实整个缸体呢采用的都是航空级的铝合金材质啊 哦 关于铝合金有什么好处铝合金就是轻量化 是 所以这一具引擎本体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车身的重量这是非常特别的喔 这一具引擎有180匹的最大马力因为我觉得其实也蛮够用的 再来扭力的部分来到的是29.1公斤米 这个如果没记错是同级里面表现相当优秀的呢 没错 百万中型休旅里面扭力最大的甚至是1.5T引擎里面在这个休旅车上面配置 它也是一个最大扭力的一个表现 所以大动力跟大扭力可以给相对而言可以对驾驶人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市区驾驶我们是很轻松 油门只要轻轻含着转速非常低就有很大的一个power可以去输出 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那1.5T呢又可以怎样 省税金 哇 冠宜你真是聪明啊 是 所以我们开到这台车我觉得蛮开心的耶 对 很有 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竞争力啦 是 这一次呢MG的HS1.5T呢它采用的是 Megatech的七速自手排变速箱 什么叫做自手排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手排本体 而且它是所谓的DCT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双离合器变速箱也就是说 所以反应比较快 对 也就是说第一 手排变速箱的架构 动力传递直接 第二 双离合器 所以它的换挡的速度更快 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有很好的一个驾驶感受啊 它在变速箱法体内使用的润滑油啊 也是我们一般说的手排变速箱的润滑油 它用的是这个低黏度的润滑油 所以可以降低摩擦的油耗 而且可以让这个变速箱油呢 有提供更长的一个卖酒性的表现啊 这样不错耶 所以等于你拥有这台车 你在养车的成本上面 好 对不对 是的 也是有一些可以省到啦 是的 那重点是它开起来 像刚才爱达你在开的时候啊 我觉得它在中低速的时候啊 你看那个换挡的感觉 是非常绵密 我没有感觉到换挡 我想MG本身是属于英国的这个国籍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它是欧洲车的一个设计 它前面用的是独立卖花层的悬吊系统 后面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吊系统 所以你知道啊 冠宜后面如果是多连杆 就会有很好的一个贴地性 而且在后座乘客乘坐的舒适度上面 都会有很棒的表现 那当然你说它有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操控呢 我以休旅车的角度来看啊 这台车光是乘坐的姿势跟座椅的包覆性 我觉得它就已经够运动化了 是 因为就是跑车型的座椅啊 是 开起来悬吊系统是相当的舒适 偏舒适的 那在转向 对 它是属于偏舒适的设计 那在转向的时候呢 其实方向盘打多打少 它也能够忠实的回馈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在悬吊系统的调校上面 其实是花了心思 针对台湾市场的一个需求来去做选择 可是它其实有顾虑到驾驶者的感受 我刚刚说虽然是偏舒适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热血的 让驾驶者感觉说 我还是可以有一些热血的操控 没错 其实因为它的悬吊系统 包含它的避震器的阻尼 其实用的也是德国Sachs的避震器 好难怪 这就是基本的 运动本格派的一个避震器设立 支撑性也很好 对 所以它能够提供更平稳的行驶感受 那当然也有高级的行驶质感 所以兼顾了驾驶者 然后也兼顾了坐在上面的乘客者 对 对 对 那艾大迪发盘上面有个红色的牛牛 那是什么 这不是启动按键 其实这台车蛮特别 因为我们讲它的动力输出 其实很不错 对不对 它的动力传输也相当的直接 所以它其实也有 Driver Mode的多重驾驶模式 一般正常我现在使用的是Normal 你也可以再选择更节能的一个Echo模式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Sport模式 或者是自定义的一个Custom的模式 那当然在Sport上面还有一个叫做Super Sport 这么厉害还有Super Sport 是 冠营你知道我要怎么选择驾驶模式吗 在我这个方向盘的下方 这叫做Super Sport 我把它定义为输赢模式 今天我们在路上开 有一台车胖呼啸而够 我现在按下去 马上你看到没有 我的仪表板已经显示运动化的超级运动模式了 没错 有Super Sport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好好的 让你上路来体验一下 整个1.5T的大动力输出 以及来自欧系的精准底盘效果 对 而且比如说你要快速超车的时候 你需要大动力就可以直接切换 那还有一个休旅车 大家最在意就是安全 没错 基本上现在都要有完善的主安配备 这台车配置的也是MG Pilot 2.0 就是Level 2等级的半自动辅助驾驶 所以MG HS1.5T的这个车型 真的是该有的都有 为什么会令我这么的兴奋 就是因为89万9 对 然后什么都有 观众朋友非常想要了解的 有哪一些舒适配备 以及高级的配备 我们回棚内好好看看 观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呢 刚才外景的艾大对于 这个1.5T的引擎真的赞赏有佳 尤其在都会停停走走的时候 那个扭力的表现之好的 现在我们就请行团带我们来看看 它整体外观的设计 对 我们现在棚内来了 两台的MG HS 那这台黑车色它是1.5T 就是刚刚试驾这个旗舰版的车型 那外观上其实它跟PF的动力 其实我觉得有9成以上的相似度 那以车头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 你在中央会看到一个很漂亮 很大的一个八角形的MG的logo 在这个车头正中央 对 好看 然后它的水箱护照也是走这种 现在蛮常见很帅气主流的一个直铺式 然后它是有点往外扩的造型 很特别 一般是直铺 它又往斜边去 是 那除了你刚刚看到的这个logo之外 以及下面有少许的这个银色的一些 试条的这个试板的点缀之外 其实它整个车头都算是跟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它们外观标配的Trophy套件黑化 都是整个都看车头就是用黑色来呈现 了解 所以像一般你刚刚 秦安你讲这个影射它还不算是整个很亮影 是 对 它是属于像有点像消光的那种灰色的感觉 这个试板我觉得搭配的蛮好的 是 然后再来看到的话在灯源的部分 当然它都是全LED的光源 那现在棚内亮起的这个赛道之眼的头灯 上半部就是它的日行灯 那当然你上了路上的话 它靠两边外侧会有进光灯 然后内部在圆光灯的时候它都会再亮起 那保感两侧你会看到它有很特别的直立式的 则是它的LED的方向灯 是在保感的两侧的设计 是这个是方向灯啊 对 直立色的地方 这个设计蛮特别的 整个车头看起来其实我觉得 真的蛮像跑车的 只是它比较高一点 它是修理车 就是我们讲 它是MG英伦风的品牌 跟这个日系O系 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设计风格的营造 对 理念不一样 对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车厕 我们刚刚车头就有讲 它标配了Trophy的套件 标配了全景天窗 然后有黑色行李箱架 然后窗框全部都是黑化 包含后置镜的外照 一直往车侧的侧群走 整个都是黑化 全部都是标准配备吗 都是标配的 一般我们可能买豪华品牌 不是说要选择夜色套件 是 还要另外再加价 对 是 可是它在这个MGHS上面是不用的 对 直接是讲个1.5T跟PIV 直接都给你标配Trophy了 然后89.9万的这一款汽油版本 它一样标准配备全景天窗 对 你不用另外再加选 是 标配的 这次给牛肉真的太大块了吧 对 就是蛮有诚意的 是 然后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Trophy 其实在外观上 你在路上以后再看到这两款车 如果你要分辨汽油的Trophy 它在这个靠我这一边 左后方的这个C柱后面 这边也会看到一个Trophy的字样 那如果是PHAVE的话 它就是把它取消掉了 它其实就是在从A柱的下方 会有一个Hybrid Plug-in的EV 所以从外观上 你大概在左侧 你就看得出来 分辨得出来 这台车是不是Trophy汽油版的车型 了解 但是行男 我想问一下 就是它轮胎的配置 对 它是配置多少的轮胎 它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汽油跟油电的插电 会有两种不同的配置 那以今天来看 汽油版的1.5T 它用的是18吋的台圈 18吋 然后圈也是现在很流行的 这种双色街 叫黑银的配色 然后里面的卡钱 也算是其中的一个Trophy 是红化的 那在车内空间的感受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样的一个空间感 是非常不错 除了前座之外 我们等一下会看 先请冠仪来看一下 好 后座的空间 其实在轴距营造上 也是非常好 好 我在进到车内之前 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 这个部分就大家分了 包裤室 包裤室 对于女生包裤全包裤室 女生都穿得漂亮亮亮的 这个很重要 小孩 下雨天 老人家 女生的话 就会很在乎这个东西 然后你刚刚讲说 它在这个中型的 这个 我差一点说它是沙发 很舒服 好舒服 而且它好厚 对 它跟前座帅帅的一体 是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坐在后座 的舒服感都是很棒的 对 我刚刚因为我一坐进来 它有一个回弹的效果 然后就觉得它是软中 还有一些支撑性的 再来加上它的椅面 它的腿部的支撑性 其实是很大的 你看 够长对不对 然后也有运动化的一些缝线 红色的缝线 黑色内装 然后配红线的一个缝线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这个椅背 好像是可以调整的 对 它基本上可以做五段的微调 你要做比较挺 或是比较倒的舒适 都可以透过这个玻扭去做调整 好 我们让大家从画面看一下 最挺是这样 我觉得最挺已经很舒服了 很舒服 可是如果每个人身形 因为不一样 我现在调到最躺 大家可以看到最挺跟最躺 其实中间还有一个 这么大的幅度 是 也有看到透过画面 这五段就可以细调了 对 五段 依照个人的喜欢 后面行李箱也可以有一些 微幅的一个增减的帮助 了解了 再来看看我们坐在后面 有哪一些配置呢 对 其实在中央这个后面扶手 也可以看到它有 出风口的空调的部分 然后也有两个USB的插孔 对 然后我觉得这台车我印象就是 一般这种休息车 其实家用的成分蛮多了 所以后面如果真的 站到三个人的几率很高 它有很好的这个平坦 國嶺式的地毯 微幅了一点点高度而已 所以第三个乘客坐中间 或是你乘客的移动下车 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对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从这边到这里 它完全都没阻碍 所以我左右横移的时候 其实是很方便的 即使我坐在中间 你看它的国嶺就是因为很比较平整 所以我坐在中间 我不会觉得不舒服 这样好像被选空的感觉 是 这个部分 我觉得后面乘坐起来的感觉 是很棒的 那个座椅 我真的非常称赞 好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 后座的部分表现相当优秀之外 后行李箱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车尾的部分 其实设计的话 它尾灯现在亮起 也是处于全LED的光源的尾灯 然后保感的下部分 我觉得也蛮动感好看的 对 真的蛮有跑格的 有一些这种跑格的Diffuser 格炸这样的一个定峰的造型 然后它的尾饰管也是真正 你稍微蹲下去看的话 里面是会看到左右 都有排气管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这种真正的排气管 对 双边单出的 然后再来行李箱 行李箱我们把它打开 它一样也有智慧型的 这种房夹的电尾门 打开以后你会看到 基本上我们现在 就是五人座标准的情况下 那空间其实也蛮方正的 高度我觉得上下 如果是女生的话 搬行李的高度 我觉得都蛮适中的 这就是中型SUV 该有的表现 对 当然你也可以再透过后座 去前行 获得更大的空间 那其实它后箱 有一些细节的设计 我觉得也蛮用心的 包含像是这间汽油版的 这个杖板下面 它有一个拉孔 大家其实杖板都有 但它会有一些固定的 这样的卡扣的功能 这个小细节它有注意到 因为一般就是休旅车 可能很多都没有坐到那个卡扣 那你在有时候 在抄架的时候 音音 嘻嘻口口就出来了 就是会从这个杖板上面出现 对 其实我们把它拉起来看一下 它这边也有做一个挂钩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拿下来 挂在这边之外 然后它也有一个基本的储物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有洁癖收纳 你把杂物都丢下面 上面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 防水的储物 有一个储物盒 妈妈看到一定很开心 它真正的打气机补太机 还是在更下沉 它其实还有一个小空间 对 其实还可以往下放 打气机补太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汽油板的空间收纳 其实也是有一些小设计 是蛮贴心的 而且行囊 我有发现一个东西 我常常会看一些帐 就是行李箱的遮板 这个部分 大家看这个行李箱遮板 是这样子的 对 它不是一片式的那种 一般有的就是一个挂钩在这边 比较简单 那这个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做法 它有刻意的做比较豪华 是的 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 心理箱的门给关起来 好 电尾门 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用电尾门的方式 关起来 好 谢谢行囊 出演唱之后 通 햇 yah Station